好 帶你來看到的是在泰國 今天他們迎來了一位新的總理 而且大美女來著 來看到這一位是貝東丹 37歲的他 你可能之前不太認識他 但他爸爸你一定認識他是他姓 塔克辛 那他現在正式批准成了最年輕的總理 也開心跟他爸爸這一報感恩之報 目前他就是獲得了在國會裡面的支持 那他也特別感謝泰王跟人民代表的支持 而現在他跟他爸爸一起進入會場之後 塔克辛也獲得了王室的赦免 假設提前兩個星期結束 在今天正式生效 大家就要問了 那等於是塔克辛家圖捲土重來 說是捲土重來 因為他們家太多個總理了 他的姑姑過往就是泰國總理贏 那基本上他就說了 現在贏拉就像 貝東丹就像是贏拉第二2.0 那過往其實在塔克辛當總理的時候 這個貝東丹就常常被帶在身邊 所以其實很多泰國人對他來說 並不是太陌生 甚至那個時候就已經講說 要把他當成接班人來培養 而當年他的老朋友賽塔去選總理的時候 貝東丹是先管黨 那現在賽塔下台之後 他就順利上位 甚至當時有這麼一張照片 這非常在國際媒體也都非常的知名 原因是因為那個時候賽塔 他其實還是泰國的總理 但是他遇上了貝東丹的時候 他是直接握手 然後兩隻手這樣跟他鞠躬 大家就講說你身為一位總理 你這樣子跟一個比你小 然後又不是總理的人 這樣跟他鞠躬合適嗎 恰當嗎 其實某些層面上面也看得出來 泰國現在他們的一些政治角力 只是塔克辛家族 如果全土從來再回來的話 那是不是中泰之間的關係會再更近 原因是因為2005年 當時塔克辛 他就曾經在溫家寶的陪同之下 帶著他的女兒 也就是現在的這個總理 被東丹回去尋根 甚至他的姑姑當年 其實也就直接加入了抖音 一天的時間 吸粉40萬 很厲害 來看看畫面 好 其實如果對泰國政治有所研究 或者是理解的話 會知道他們家在泰國也是一個蠻大的這個猜法家族啦 那他們一直以來在政治上面都佔有一席之地 當年這個櫻拉他其實離開位子之後 其實也曾經有遭遇到一些政治鬥爭 那剛開始離開的時候 他曾經還在中國這邊有在就位 而且他當年剛當上總理的時候 那個過年他就直接帶著他的這些政要 去到中國駐泰國的領事館看春晚 說他也身為華人 他要跟節日來送出祝福 而另一個部分 則是他第一次的出訪非東協以外的國家第一站 他就選在中國 甚至中泰高鐵的合作項目 這個也是在他當時一個非常重要的里程碑 而且他當時也曾經在泰國洪水泛濫的時候 為受災的人來捐錢捐物 然後求助中國政府彼此之間 從企業的合作基建的合作 民族上面或者是在重要事項上面 在天災上面的合作 你都可以看到雙方互動是非常友好的 現在他們的家族又再一次的回來了 而美男合作的這個外長會議 也再一次的召開 剛剛好王毅在16號的時候 就在這一邊開會 那他同時也表示說 雙方希望可以繼續來落實太空合作計畫 而目前總貿易的總額 已經突破了2000億美元 所以中方這邊希望的是加快 對接國家的發展戰略 畢竟對於中方來說 他不是只是跟泰國有關而已 他是一路連下來的 除了美男快線之外 旁邊還有什麼 還有中越的邊境鐵路 然後可以直接來到 陸海貿易的一個新通道 這個叫做遼國然後泰國這樣一路下去 那對於中方就是一個大戰略的思考了 不是只有泰國 越南現在也在改朝換代 好剛剛上來的這一位叫做蘇琳 說一上任之後馬上到中國來訪問 竹子外交的下一個篇章到底會是什麼 因為雖然他一上任就趕緊來中方訪問 但他的態度 未來的舉措還是很重要的 畢竟做的跟說的 會一一的被拿來檢視 回過頭是想要請教一下介大使 您怎麼樣來看 對於泰國來說 37歲最年輕的女總理 很多人都看到之後說 哇這真的是家族政治的力量 對他這麼年輕人當總理 完全是家族的力量 對他家族事實上是從他父親那一代開始 進入政界 然後很快的就成為這個二次大戰以後吧 大概這個最有實力的泰國總理 泰國總理常常怎麼講呢 就是說有時候政變就軍方出來啊 後來文人上來啊 也沒有辦法做多久 換得很快 那Taxin不同 Taxin他當總理的時候呢 其實他那時候也是個政治素人 可是那時候全泰國都認識他 他是泰國首富 他是那個時候是個所謂的這個 無線無線手機啊 就是說手機的時代 他是最大的手機的通路商 是的 那個時候他還有 天上還有人造衛星 他都可以控制啊 所以他是以首富之資進入政壇 所以很多事情他都可以擺得平 那我常說這個民主政治 有的時候就是跟鈔票很很有關係 很多事情就是說你能不能啊 這個有工具啊 有這個手段能夠把你的這個敵人化為友人啊 這個東西你有時候光靠說服是不夠的 那這也是為什麼就是說台灣的政黨都這麼快的 那向前看 碰到錢的時候 都把錢放在前面 因為這個政治體制就這樣 那這個Taxin本人的政治手法跟他親民的這個 這個好風格 也確實啊 讓泰國的這個基層社會對他非常非常的接納 那所以他就變成事實上話 他當時他的這種改革方案 會讓我變成就是說 對泰國的整體的既得利益階層 是一個很大的挑戰 所以他當時下台的時候 事實上泰國發生極大的政治危機啊 就是因為泰國從來沒有一個從草根出來 有這麼有影響力的一個總理 能夠左右泰國未來的發展跟政局 那後來他因為他這個威脅到既得利益的勢力以後 那他也就下野了 不過他基本上 他雖然這個到國外去啊 那他一直沒有脫離這個 對泰國政治的影響 所以他首先就是他的妹妹 嗯 他的妹妹 事實上英拉 英拉事實上的話 比這個塔克星更有群眾魅力 對 對 所以泰國老百姓 蠻喜歡他妹妹的 就跟 比喜歡他哥哥 英拉的哥哥還更強 所以一個這樣背景的這個政治家族啊 第一個有強大的經濟實力 第二個又有很親民的作風 而且他們的這個家族推出來的這些啊 這些好政治领導人物啊 又深得民眾的喜愛 所以這個是這個家族能夠在泰國政治上啊 扮演長期扮演這個重要角色的一個一個很大的因素啦 那你說泰國跟中國的關係 泰國是東奈亞國家裡面 他們首先說我們的祖先就是從中國來的 嗯 因為 有人說壯族就是跟泰國人很近很近的 那事實上的話 那今天在泰國的這個雲南的西雙百納 那邊還有歹族 就是跟泰族就是泰族一樣的 那所以就變成就是說泰國人他們講中國人怎麼講呢 他說中國人是我們的親戚 這在泰國這在中南半島裡面很多國家不是這樣看的 你像柬埔寨線跟中國這麼近 柬埔寨的民族 它的民族血源系統跟中國比較沒有關係 那所以泰國歷來跟中國的關係都非常密切 而且尤其他這個拉馬王朝啊 第一四皇基本上是潮州人叫鄭華 他當時幫助這個被緬甸滅掉的這個泰國啊 復國 所以現在拉馬王朝也跟中國的關係是極為密切的 那裡面現在說泰國七千萬人民裡面 有一千萬是華人 所以我覺得泰國跟中國的關係是非常非常密切啦 那尤其近幾年中國大陸經濟的發展 也泰國也帶來了機會 所以過去你剛剛講這個泰國的首相 第一上任以後都要先去日本 因為日本對泰國的經濟的影響力大 你去看這個不管是Honda Toyota這些Nissan大的汽車廠 他主要東南亞生產基地都放在泰國 然後你看到泰國的百貨業啊 很多都是日本的 所以整個來講的話 經濟的影響力 中國大陸已經逐漸的取代了日本 那再加上傳統選员的關係 所以泰國跟中國大陸關係只會更密切 這個是沒有辦法的 另外一方面中國大陸這個透過RCEP 這個經濟的這個 這個好所謂的這個優惠的自由貿易協定 事實上也給了泰國還有東南亞國家很多市場 中國大陸市場上發展的優惠待遇啊 這個也是日本美國歐洲國家都沒有辦法做到的 所以對於這個我們從長遠角度來看的話 中國大陸在把整個東南亞恢復過去的那個 一個極大的影響力歷史影響力 這個只是時間問題 而且現在來講的話 我覺得不管是不要說日本啊 就連歐美國家想要在中南半島的國家 跟中國大陸競爭的話 覺得基本上都會覺得力不從心啊 嗯其實呢在現在整個東協 甚至我們必須說在整個南海附近 這些東南亞的國家來說 大中考試就算是一個比較戰略性的思考了 因為泰國即便說他現在換了一個新的總理 但是目標還明確的 因為Taxim家族就是真的跟中方是比較好的嘛 但問題是其實呢在整個東南半島這邊 欸其實可以看得出來啊 他不是只有跟泰國啊 他有跟美南河國家的這些貿易總額 他一直的長年的在增加 他要做的其實是一個 比較像是海上思路思考的一個大戰略了 對 因為其實中國大陸跟這個 大部分東南亞國家關係都非常綿密 不管是這幾年來 美中戰略競爭已經很激烈 很白樂化 美國也在多加拉攏 或是從歐巴馬執政到現在十幾年 美國在做的就是想辦法 這個直起脊椎 想辦法能夠在政治以外啦 在安全之外 在經貿上 在投資上 在其他領域裡面跟這些國家 包括泰國在內 更加的這個拉得更緊 那譬如說越南是最好的例子 越南的新人營造的蘇林是在 要在18號到20號對中國進行國事訪問 因為這個蘇林是在8月3號 這個確定這個接任他領導人的身分 那中國大陸外交部在8月15號正式出訪 所以可以看出過去段時間裡面 有非常綿密的一個 中國大陸跟越南之間的溝通 做最後做正式的邀請 那越南基本上外交 以這幾年來講也是比較重平衡 也非常的彈性 但這次的出訪代表說 蘇林他剛當上總書記跟國家主席之後 第一個出訪國家 還是具有重大的這個像 非常重要的這個象徵意義 那我覺得中國大陸是非常重視 跟越南的關係 有軟腹種他的這個喪禮 7月份的時候也看得很清楚 當時是習近平親自到 這個越南駐這個 中國大陸的大使館 然後呢 也派遣了這個國內排行第四的 政國級領導者 這個出席 所謂的這個吊宴的這個場合 過去大概就是副國級 國家副總理副總 這個或是副總理副主席 那我覺得代表說他非常看中國跟越南關係 那大家不要忘記去年12月份的時候 當時習近平不是來特別出訪越南嗎 也是一個重要的國事訪問 而且當時是深化這個中越的全面戰略 合作夥伴關係 而且當時用的一個字眼叫做 中越命運共同體 因為我們知道說過去越南對於 雖然跟中國大陸關係不差 但是對命運共同體這個字 這個字眼是比較保留的 因為他可能代表說 我跟你在所有的議題上沒有旗艦 是都在 掛勾在一起 掛勾在一起 立場非常一致 但最後在某種程度上是接受 這也代表說越南跟中國大陸的關係 但是我們也知道說 軟腹中下來之後的蘇林 我覺得他的外交基本上也不會跟美國走太遠 因為他也有可能 蘇林也有可能9月份也一樣 利用去聯合國大會開議 出席聯大總編論 也可能去美國進行訪問 也可能會進拜登 所以平衡戰略應該是未來越南的一個方向 意思是說他不見得會像現在的菲律賓 很多議題跟中國大陸上反調 尤其南海 但他會保持一個比較 對自己恰到好處的策略 但尤其在經貿投資上 會跟中國大陸走得很近 包括高鐵的合作 竹子外交繼續在左右當中搖擺 但是不會斷 請教一下賓哥怎麼看 其實這個貝東丹 貝東丹是他們家族有第四位總理 其實這表示他們家族在泰國的勢力 當然是非常雄厚 那他們的家族其實向來是比較輕忠的 所以這個對中國大陸來講 當然是非常歡迎的一個現象 那實際上泰國這幾年 跟中國大陸的合作越來越加強 他們基本上在7月的時候 大概已經拍板 終於決定已經延宕了十多年 要跟中國大陸採購潛艦的案子 大概應該是沒問題的 那這個潛艦案其實是不可小觸 因為他不是單純買潛艦而已 他還授權中國大陸 在那個說陶藝這個地方 幫他興建一個潛艦基地 因為上一次泰國有潛艦 已經是1950年代的事 所以他們對潛艦方面的 整個作業是非常陌生的 所以他必須要 中國大陸幫他建一個潛艦基地 然後幫他做一些相關的維護保養 所以很多人認為 中國大陸不是只賣潛艦出去而已 實際上是他等於在泰國 又獲得了一個潛艦維護基地 那這個對美國來講當然是個壞消息 因為泰國跟中國大陸走得越近 那對美國的所謂的印太戰略 就越糟糕 越不利 那實際上美國的印太戰略 現在看起來幾乎等於是破產 因為印太戰略中的印 印度基本上對這個計畫就異性藍珊 他也不是非常配合美國的行動 雖然他是對中國大陸採取敵視的態度 可是他在走他自己的路 他不見得完全配合美國 那東南亞這些國家看起來一個一個 跟中國大陸的關係都比跟美國好 所以在這種狀況下 對美國當然非常不利 我認為美國的印太戰略 恐怕已經要胎死腹中了 因為至少在東南亞這一塊 他完全沒有辦法發展 那對越南這邊也是一樣 越南前一陣子 才好像跟中國大陸的關係 好像有點出現狀況 因為在海權方面的一些問題 那可是呢 現在看起來中國大陸是積極想要修復 他跟越南之間的關係 那越南看起來 你看他上任立刻就去訪問中國大陸 表示他也不想跟中國大陸鬧翻 他也想跟中國大陸保持一定的穩固的關係 為什麼 因為越南現在正在經濟發展期 他的很多經濟發展 如果欠缺中國大陸包括電力 他的電力都是中國大陸來的 所以如果沒有中國大陸的支持的話 他的經濟根本就不用想要發展 所以我覺得東南亞這些國家 因為跟中國大陸之間 不管是在基建也好 其他相關的經濟經貿聯繫也好 都越來越密切的情況下 他們要跟中國大陸切割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所以我認為美國在東南亞的整個戰略 恐怕要開始重新思考 東南亞這邊開始有很多的變動 等等回來 只是要來看到的是在歐洲這邊 又有什麼樣的一個新變局 等等帶你們來看 那帶你們來看到的是在法國現在發生了 三天裡頭三起空安以外 三架飛機掉下來這發生什麼事情 這個是法國他們在做航展 表演的時候直接看畫面 這架飛機竟然就直接俯衝 但是就下一秒進到了海裡頭 當然因為這在航展上面 大家都想說這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 兩天前兩架戰風飆風戰機 才直接在空中相撞 造成兩位飛行員的事故 三天內三架軍機出事 歐洲現在是不是要好好的注意一下 他們的軍事力量 原因是因為其實現在還有場戰爭 持續在打俄烏戰爭 目前打到哪裡 庫爾斯克戰鬥持續當中 今年的5月28號 馬克宏拜會蕭茲的時候 就已經有講了 說有允許烏克蘭對俄羅斯的境內目標 進行源頭打擊 才能夠幫助他們保衛國土 那個時候蕭茲是說好 可是現在如果真的在其實打下去的話 他們打算要對烏克蘭的軍援 提出了削減 原因就是俄羅斯不開心了 因為你看看來到庫爾斯克這邊 有記者 意大利的記者進去採訪 俄羅斯這裡的外交部馬上就講 這個叫做非法越境 甚至召見了意大利駐莫斯科的大使強烈抗議 然後之後這個意大利記者直接的要反國 目前在俄烏前線的狀態是什麼 就是俄軍不是說把烏東這邊的人 通通叫回來了 要立抗這一波的嗎 那目前傳出烏烏斯克村三個村鎮附近 是已經有把烏軍給擊退了 可是因為這個戰禮已經12天了 現在整個戰事就像是停在那裡一樣 那烏克蘭這邊有24名士兵傳出 說已經是跟俄軍這裡來投降 那澤倫斯基的講法是說 他們其實都還hold在前線上投 希望能夠控制局面 這一切的一切其實為的就是和談 因為呢 澤倫斯基講得很清楚 我並沒有想要待在這邊 我也沒有想要你的領土 我就是希望來增加自己的一些談判的籌碼 這場戰爭看起來 目前已經快要往那個方向去撿進了 只是俄羅斯現在不願意談 那另一場戰爭呢 加薩走廊這邊拜登則是直接說 快談好了 快談好了 但真的嗎 因為哈馬斯直接打臉他說 幻想啊 老先生 16號這個談判告一個段落 拜登講說已經快要接近達成協議 但哈馬斯直接打臉他的說法 說這是你的強制命令 不是真正的談判 好 甚至在以色列這一邊 他們開始繼續的在空襲 加薩走廊 那他的講法是什麼 他的講法是那個是恐怖的 恐怖分子的設施 因為他們打中了其中一家人 18口上命 那當時他其實也是在跟乙軍協調 然後在做生意的 但這樣子的一個做法 確實就是會造成民間的人會覺得說 你誰都打 你都子彈不長眼 你跟你原本說的都不一樣 你打的真的是恐怖分子的設施嗎 伊朗到底什麼時候會出手 目前他們的總統的講法是說 美國是伊朗當前面臨最大的威脅 那麼如果說美國持續對伊朗來實施制裁的話 他們就會團結一致 那之後所有的事情都合理化的 目前雙方破例安裝了熱線 因為彼此之間要能夠直接的溝通 伊朗政府在16號的時候有回應 說他們已經得到了哈米尼的批准 接受了這一項提案 電話拿起來是能夠打了 但是打到底有沒有通 我的意思是說講了之後 對方有沒有回應 彼此是不是真的接上線了 林肯浩持續在準備 已經過馬六甲海峽了 現在傳出是說 喬治雅浩不確定是不是已經在蘇伊士運河 這裡雙方多方的兵力持續來持緣 就是怕中東這裡的戰士會升級 只是線下看起來伊朗打或不打 好像還是骨位之數 到底是心理戰還是其實故弄玄虛 請教一下介大使 我們先從法國這一邊來看好了 因為法國軍機真的有點慘 三天之內三架出事 這次在這個航空展裡面會14號 就破除一些想法 就是說前14號這個最機的兩個飛機 是外國飛行員在試飛的 因為彪峰是一個外銷型的戰鬥機 很多國家都跟他買戰鬥機 那買戰鬥機的時候 你就要把你飛行員送到那邊去受訓 有人在猜是不是印度飛行員飛的 那當然都無同證實 法國方面給予的消息都蠻少的 這些軍事的這些意外的話 各國都是比較保密的 所以這一次的話就可以看出來就是說 這個你說如果說要拆是外國飛行員 導致的這次失事的話 可能性就不高了 那是不是這個飛機本身有問題呢 我覺得它如果再繼續摔下去的話 它的下場就會跟那個波音公司一樣 大家對這種飛機就沒有信心了 那而且你也要交代清楚 你如果都不能夠交代清楚的話 這還不是在暫時 在平時練習 連表演都會摔的話 而且這個摔法看起來蠻奇怪的 應該不是這些飛行員的什麼操縱的措施的問題 看起來好像是飛機的狀況有問題 所以這個對法國來講 我覺得是他們這個軍火工業的一個 怎麼講一個危機吧 他們必須要把這個外銷的強項 能夠為什麼一直發生意外 墜機事件的話要有一個合理的說法 要不然一定會造成他的買家的懷疑 甚至會造他的銷售的減少 那不管今天烏克蘭怎麼樣 還是這個以色列怎麼樣 你看美國都扮演關鍵性角色 所以這個他可以控制這場戰爭 也可以發動這場戰爭 俄羅斯一開始就講說 這個烏克蘭軍隊進入這個俄羅斯的境內 就是美國跟北約的整個的戰策略 戰略之一啦 那不過現在這個十幾天下來的話 事實上剛開始進展很快 你看的是很快 可是它的重身並沒有拉的那麼快 因為它那個我們看地圖上 事實上它那個1000多平方公里土地 並不是直線的一根針 一個劍這樣插入到俄羅斯的境內 而是它沿著邊界線 它是比較平的 它是這樣子的一個形狀 所以你說已經造成有些媒體說 已經對這個威脅莫斯科 覺得都還是有點誇張了 那現在這個連這個州的首府 事實上還有100公里 所以基本上我覺得這個戰局 然後再向這個烏克蘭的這個打法 基本上現在好像 它的進攻的這個趨勢也比較晚了 我聽一些分析就講說 烏克蘭這次打法 完全是北約的打法 它不是大軍隊的調度 然後一個主力往前衝 它是小股的力量 然後一直在一個不同的面向 一直往前推 所以才不會說是一支軍隊 這樣子在這個一條線上 它是以奔向莫斯科為目標的 這樣的一個打法 那一直這樣往前推 不是這樣的打法 而是它沿著邊界線的一個線 一個面往前推 而且它的推動的往前的力量 通通都是小股的軍力 而不是大股的軍力 也就不會造成大規模的 讓俄羅斯找到一個會戰的地點 那所以它開始它才走的這麼快 可是現在它就停在那裡了 那問題就是說 好像俄羅斯對於這個進入到 它境內的烏軍 並沒有當作一個很嚴重的一個軍事狀況 因為為什麼 俄羅斯在東部戰線 跟烏克蘭這個傳統的戰線上 它加強了攻擊的力道 而最近有幾個重要的重鎮 都已經面臨被攻陷 烏克蘭的這個陣地都面臨被攻陷的 這樣子的一個情況 所以並沒有產生這個所謂 造成威力造成俄軍轉移 轉移兵力的這個行動 所以可能這一扛 孤軍深入的這個 這個孤軍 很可能到最後會面臨 難以為繼的這樣子一個情況 那我想請教大大中老師怎麼樣來看 原因是因為在美伊這一塊 我們也很想知道 熱線的電話是裝上去的 這有用沒用啊 我一直認為說美伊還是有些 至少有些私下或間接的溝通管道 但是我們可以看這一次伊朗的一般示威是比較溫和派 或是甚至改革派的總統 他的發言的重點是 他認為說美國還是伊朗最重要的一個威脅 對 他裡面特別提到的是國際制裁 還是美國所發動的制裁 我覺得這是目前伊朗最在乎這個議題的核心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從川普就任之後 第一個是把這個伊朗這個核協議 在歐巴馬任內示威是他外交上最大的建設之一 建設之一的說我不要 因為這可能不利於美國 或是這是伊朗不是真心誠意 以色列會有重大的危險 但是這就是伊朗所最關心的 因為他被國際鼓勵制裁 各式各樣的從財政到軍火 到一般的這種經濟上的制裁 那這一次我們可以看到8月15號不是談了嗎 事前就預告 那談了之後其實外界並不太知道裡面 到底談得如何 我們只能從雙方各自的喊話裡面 拜登說差不多了再一步就可以達到 最後的這個終局辦案 但是哈馬斯馬上跳進來說 就是有點吐槽說沒有啊 這個還找得很 你應該是想辦法去約束以色列 讓以色列去同意他之前所承諾的東西 所以外界其實不得而止 所以最後我覺得球還是掌握在伊朗的手上 那伊朗從現在已經我們一直這樣幫他數時間 從731到現在一個禮拜10天12天14天 超過兩個多禮拜了 到底要不要報復 到目前為止不知道 所以某種程度而言 這也可能是伊朗把它視為是一種 也是一樣是一種談判的籌碼 如果他公開講的地方是說 假設要我不攻擊 唯一的東西就是在伊哈河潭上 要能夠達到我所達到的 但是既然伊朗總統今天特別提到 美國對伊朗制裁 我覺得這也可能是伊朗 所不言而喻的 他真正所在意的事情 所以這些事情我覺得都是牽動 戰爭政治還有各國之間 台面台下都有很複雜的一些溝通跟角力 是 金教兵哥怎麼看 我覺得現在烏克蘭 他看起來進攻的動能已經喪失了 你會發覺其實烏克蘭的部隊 其實並沒有一路再往前打 他反而是在他宣稱所佔領的 1000乒乓公里的土力一頭 不斷的散成很多個小隊在遊走 所以他是在幹什麼 他要延長他在這邊能夠佔據的時間 那問題是他的戰略目的沒有達到 因為本來他們的戰略目的 就是希望他攻擊庫斯克這個地方的時候 俄羅斯人會分兵 把減輕對烏東這邊對烏克蘭的壓力 然後把軍隊轉移到這個地方來 顯然普丁沒有做這個調動 他還是持續在烏東進行進攻 所以這就給烏克蘭現在出現一個難題 也就是他在庫斯克這個地方 到底要留多久 因為他如果持續留下去的話 傷亡一定會越來越大 損失一定越來越重 而且你烏東這邊會得不到增員 所以這個對他們來講 是一個非常麻煩的一個狀況 看美國要抗中各種的 包括軍事部署不管在菲律賓 或者是這個最新消息傳出來 全球首座的無人機空戰中心上艦 布希號明年要測試了 所以美國海軍所公佈的 林肯號搭載的模型 現在進行初步的測試 明年開始布希號就可能準備要正式 再做海上的試驗 但為什麼這個無人機的概念 本來美國的政策上面是說 想要全面禁止中國大陸的大疆無人機 結果馬上就引起了很多的抗議 因為民間幾乎完全沒有辦法接受 因為不管是三地救援 或者是警察局農戶 太多人在使用又便宜又好用 性能又好的無人機 跟美國比起來差很多 所以有辦法全面的把中國製的無人機 趕出美國市場嗎 看起來在抗議身中很難 而川普呢 在最近的選戰裡頭看起來蠻焦慮的 動不動在大選的公開場合裡面 是用人身攻擊一樣 跟他過去攻擊拜登的概念一樣 在攻擊他的對手賀錦麗 那抗鬆抗了半天 問你是川普娃娃也被爆料發現 哇 也是Mate in China 全部從中國來進口 那尷尬了 還要抗中嗎 還有一個拜登現在現任在任內 跟日本跟韓國又再度舉行了一次會議 而且是在紀念大衛營峰會週年的場合 這三位美日韓的領袖 再度同框 像過去的畫面一樣 那同時聯合聲明代表的 這個是從8月18號當選之後 三位拜登 岸田文雄跟尹錫悦的影響力 攜手對抗中國日益增強的力量 他們告訴大家聲明裡面有一句 這個是歷史性的見證的一刻 但的確也真的成為歷史了啦 因為拜登跟岸田文雄都將成為歷史 這種最新的民調裡面 尹錫悦的民調是62.2的不滿意度 韓國還撐不撐得住 還不知道尹錫悦未來的位置 但自民黨現在已經在岸田文雄宣布 不連任禁竹之後呢 已經有10個人選之多 跳出來說我準備要來競爭 其中現在媒體裡面報導說 呼聲最高的是青壯派 喊世代交替的小林英芝 那麼還有日本外相上川楊子也說 都已經告訴岸田文雄 我要去選自民黨的總裁等等 當然林方正現在被日本媒體認為是 最有可能延續首項路線的最佳人選 不過河野太郎也是 當然台灣這裡一直傳出來 像是這個破 破這個莫莫敏松 那破 對不起石破帽啦 抱歉石破帽到台灣來 哇被高度的接待 那賴慶德總統以這個 即將未來首相的這樣姿態在接待他 但事實上現在在國內裡面 認為石破帽能夠連任接任的機會 非常的低 但是跟中國的關係卻停滯 北韓的關係也是關係很差 包括了綁架問題 都沒有辦法進一步解決 風險仍然高的情況之下 日美盤點岸田外交 留下來的問題更多了 包括對中國的態度 包括了石破帽被視為國安的強硬派 未來可能會更加劇中間的關係 所以對於中國的態度跟立場 卻也是接下來成為自民黨 這個走向可能性被評估的關鍵因素 所以日本政府也擬 上休老年的定義到75歲才是高齡 退休年齡要延後的時候 當然引起了很多民眾的反彈 要讓大家工作到死嗎 但是因為日本是高齡化社會 的確高齡工作者也越來越高 還有日本7月有通膨破產的企業 數年增加到將近兩成 史上已經是第三高了 通膨才是民眾現在反彈最大 經濟上困難的原因 那麼各來各種的 尤其是7月通膨破產的 建樹已經創了史上第三高的情況之下 經濟才是未來日本首相要面臨的最大的問題 小建長先看一下最新在布希號成立的話 建軍可能會造成的中美對抗影響 我們如果說看我手上的這張手板 因為沒有手板實在不知道在講什麼 我們看到這就是布希號 它上面放的這個MQ-25的這種無人機 這個無人機其實當初研發出來 並不是為了空中加油使用 但是現在說它只為了空中加油使用 而且它的主要的加油對象 是這個E2D 或者是空中預警機 或者是它加油的對象針對的 也就是說還有個型的戰機 那他們講的這麼高大上 就各種厲害 其實它沒有 我們看看它的操控台 它也不過也就是把我們一般的 地面操控台縮小一點 然後不是有那種固定性的控制台 它直接使用這麼多的一個螢幕 然後直接在航空母艦上架上 這樣的一個我們講的地面控制站 我們這樣子來看 好像美軍已經直接跨入 無人機的這樣一個領域 但是其實並沒有 為什麼這麼說 因為只要有用過美國無人機的 都說很爛 那也沒有什麼高大上 這件事情不是小店長說了算了 是誰說的 這個是華爾街日報說的 他說他其實訪問了非常多的 這一個烏克蘭前線的官兵 他說其實這個第一個很貴 然後第二個經常故障 這個情形到底是為了什麼 因為其實美軍的這種所有的發展 他其實都是由這一些軍火公司負責 軍火公司最重要的 他不是來讓你好用 他是為了賺錢 所以他各種昂貴 然後而且還不准你打開 為什麼中國大陸的大家無人機大家愛 因為他其實就是共通平台 大家只要稍微修改一下內容 然後也就是說可以攻擊 無論是在烏克蘭戰場 或者是說在其他的領域上 例如說救火啊 這個領域就是觀察 其實都可以使用 但是就是美國無人機沒有辦法做到這一點 那也就是說我們現在看到這種情形 但是其實馬上076的這一個無人機的航空母艦 也即將快要完成了 因為他的船段已經組合完畢 他才是真正的所謂的無人機航空母艦 那個時候我們再來看看 他帶上攻擊11 這個真正才是前置攻擊的利器 周老師怎麼看 日本現在首相的選舉大戰 10個人要進逐 但會不會影響接下來 包括美日韓三國戰隊的這樣的聯盟關係 好 第一個我們先看這個 到底他的這個影響 就是說到底哪些人比較可能 如果你就日本他的這個 就是自民黨內的派閥的這個 力量對比來看 當然目前看起來最高的是這個河野太郎 因為河野太郎他基本上是這個安倍派 安倍派是這個整個自民黨內最大的派系 但是他因為他的父親這個河野陽平 又是所謂麻生派的這個前輩 所以說這個他又能夠跟麻生有很好的關係 而麻生是自民黨內是第二大派系 所以就麻生加上安倍可以讓河野太郎能夠當選 那第二個可能性當然人家講到了茂木 因為茂木你從他這個茂木派他本身也有一個派系 大概是第三大的這個派系 所以大概現在講的是他們兩位是最有可能 至於今天出來的這個小林英之 因為大家之前沒有人注意到說他有可能會跳出來 不過他是屬於這個二階派 二階派在自民黨內算是一個比較小的派系 但是他會影響到這個他會影響到石破茂 因為原來二階派是支持石破茂的 原來二階派跟深山派還有一些無黨的 無派法的這些自民黨的國會議員是支持這個石破茂 所以小林英之有可能會影響到這個二階派對於這個石破茂的支持 當然二階派也是一個比較特殊的派系 因為他的這個派閥的領袖就是這個二階俊博 其實是自民黨內最大的親中派 所以這個看起來年輕的一代好像對中國大陸態度比較強硬 可是他的派系屬性卻又是比較親中 這個是另外一個值得觀察 至於上川陽子跟林芳正都算是岸田派的 可是呢林芳正他面臨到的一個挑戰是什麼 就是說因為他跟安倍呢其實是同一個選區的 所以他跟安倍的關係是很不好的 那因此他會不會受到這個岸田派安倍派的制軸 我覺得這個是他要競選的話會碰到一個比較大的一個挑戰 那另外一個當然就是岸田派本身他的這個派系派法還是比較小 在自民黨內裡頭算是排是第四 那當然回來講就是這個石破帽還是有他的優勢 因為石破帽是一個非傳統的自民黨政治人物 他非常敢於面對面的這個接受挑戰 講話非常的直接非常的犀利 因為自民黨的政治人物通常都是講話四平八穩 然後比較謹慎 然後也不漏 就是永遠保留空間 可是石破帽不是 他就敢於去挑戰別人的這個看法 敢於對這種非常敏感的問題 包括美國的問題 包括這個韓國的問題 這些他都敢於去講得非常直白 所以他其實跟安倍在之前關係不是那麼好 也是因為他敢於去挑戰安倍 那他們對美國的關係比較特殊 就是說如果是河野跟茂木 其實他們跟美國的關係都非常好 因為茂木他過去就是一手促成美國跟日本的貿易協定 而河野當過外長跟防長 特別是這兩人都是在美國的名校畢業的 所以他們跟美國有很綿密的關係 反而是這個石破帽他其實是有一點點疑美論 他的疑美論就是說日本當然應該承擔更多的責任 而且要上調他的國防支出 但是日本也希望美國對日本有更明確的承諾 他反而是一個比較不一樣的人 也就是說他是一個去敢於把這些表象之下的這些 對日本來說對日本利益來說更更關心 日本更需要關心的問題敢於把它揭發出來 所以相對來說他如果碰到川普 那就會是一個比較大的一個 就可能難免會有一些摩擦 火花 對對難免會有一些火花 好所以我覺得這三個我覺得反而是對這個 美國的態度是比較有趣的 農民姐 剛才這個佐老師的分析 當然他非常的深入 不過我覺得也很有意思的是說 日本在這個時候要換總理 難免大家會有想到說 是不是整個世界的傾向 那今天剛好你們講的幾個人 沒有把年輕的 還沒有50歲的小黎英姿的照片弄出來 我給大家看一下 如果以以顏值來說的話呢 他確實有一點優勢 好那我為什麼會特別提到這個呢 因為很簡單 除了他的那個派閥政治剛才派閃 為什麼剛才 周老師講的非常重要 因為第一個 他這個是內閣制的國家 他們是等於是黨內自己推派 推派出來 這個有點像英國的首相推舉 就他們那個誰執政了拿到這個國會多數 那他們就是自己推派領袖 那他們的規定是呢 每一個有意思要選總理的人 必須要拿到20張推薦的這個票 那今天為什麼會 小黎英姿突然被討論 因為聽說他20張票 至少看到新聞的報導 他20張票已經穩固了 已經有了20張 對 有了 那像那個女的外相 尚川楊子呢 他也趕快去跟那個女性政治議員聯盟 就是說我們都身為女性 你趕快支持我 那所以我覺得 對這一次的自民黨選舉來講 他當然創紀錄的 如果真的出來十個人選呢 這創紀錄 可是他的好處是說 至少大家對很臣腐的那個 自民黨的形象呢 當然有有幫助 因為自民黨大家不要忘了 為什麼原來的岸田文雄 他不要連任 因為他們自己爆發很多醜聞 這個裡頭有政治獻金醜聞什麼 就是日本人覺得真的受夠了 所以這個時候呢 如果他有年輕的 不到50歲的人出來參選 或者是女性 日本的政治人物呢 在女性這個方面 被打壓得非常的厲害 所以如果有女性出來挑戰 這個總理的意圖呢 我覺得對日本來講呢 政治上來講 大家至少覺得有一種新的刺激力 不過在他這個政治結構裡面 當然最後還是講實力啦 但有這樣的一個過程倒是不錯 那我比較想談的就是說 那個拜登啊 就是他們在那個紀念大衛營峰會周年 美日韓發表這個聯合聲明 我覺得這個真的可能應該是說 日本的岸田文雄 還有韓國的隐席月呢 等於最後送拜登的一個臨別禮物啦 因為感覺上呢 誰會在看中你們的這個周年的聲明呢 對不對 拜登已經退選了 絕對不會再任美國總統 然後岸田文雄 九月就已經不再連任了 然後隐席月呢 因為他們韓國的制度呢 他是只能做一任的 然後再加上他現在 這個不滿意度 不支持度已經高到62.2% 所以你要世界很去關注他們發表的這個聲明呢 確實很難 但是我覺得從拜登的角度來講 我覺得有國際的領袖 然後願意在這個時候呢 肯定一下他在任的一些外交作為呢 我覺得也算是在他卸任前給他送一個暖吧 你看看中東局勢 不是說加薩走廊 美國說已經和平協議要簽了嗎 和平再忘了嗎 結果我們又看到最新消息 以色列又襲擊了加薩中部 尼巴嫩這裡造成了27人的死亡 我們看到畫面喔 可以看到這個轟炸其實是還蠻嚴峻的 直接用空襲的方式造成了 包括嬰兒在內有一家18口 18口耶 一家人全部在家裡活活被炸死 那以軍還襲擊了尼巴嫩南部這裡的住宅區 造成了10個人的死亡 還包含兩名兒童 以色列說 說法是什麼呢 是說目標是真主黨的軍火庫 同時擊殺的對象有兩名哈馬斯的武裝分子 不管他要擊殺誰 總之的確又繼續造成了傷亡啊 以色列的空軍遠程的加油還演習模擬 更深入敵方領土 看起來沒有要和平沒有要停的意思啊 所以傳出跟以軍交火的真主黨指揮官已經死亡了嗎 他傳出是遭到以軍的擊殺 還有尼巴嫩至少10名的敘利亞公民 通通都喪命了喔 在這樣的發布裡頭 尼巴嫩真主黨也沒有要示弱 他發布了一段影片 展示什麼呢 他的武器還有地道 大家知道中東地區這裡的地道的 這種錯綜複雜 他直接公布這段影片是要做什麼 這也是第一次他這樣公開的公布 是在威責以色列嗎 這告訴說真主黨現在的影響力 我們的武器沒有要輸給你的意思 甚至更把地下導彈的倉庫 用來打擊以色列的可能性做個展示嗎 告訴大家到底現在到底要回擊還是要和平 因為明明是拜登說的啊 拜登公開的告訴大家說 加薩停火馬上就要接近完成囉 快要進行到最後階段了 因為15 16號的兩天的協議 提出了條件給哈馬斯 哈馬斯其實單方面是不願意解手的 認為不管是以色列去駐軍啊 或各種的條件 17號再談一次 拜登說應該就可以成了 但哈馬斯卻反駁 這是幻想 痛批這不是真正的談判 而是美國強制命令 逼著他們要簽和平協議 讓以色列來駐軍 或者影響當地的生態的平衡嗎 那甚至為了避免擦槍走火 我們不是一直在問 伊朗不是美軍的情報分子 一直說馬上就要打了嗎 經過2448甚至一周 結果現在目前伊朗動靜如何 現在美國政府公開的 透過瑞士駐伊朗大使提出建議 要設立一條熱線電話 隨時可以供兩方的領袖 更進一步的直接溝通 伊朗政府則是回應 在獲得最高領袖的哈馬尼 批准之後會接受這項提案 表示伊朗這個衛爆彈 隨時要攻擊這個風向 算是可以獲得緩解嗎 但中東這裡已經不停的 有美方的軍力投入到這裡 包括林肯號過了馬六甲海峽 預計到接替羅斯福號 到當地來做進駐 代表威者的力量 而另外卡爾文森號也結束了 環太平洋演習要返回聖地牙哥 所以中東自己的和平 真的可以期待嗎 有沒有會再擴大更多的可能性 恶物戰士的部分 我們看到因為 哲倫斯基下令往俄羅斯打 那目前進到了俄羅斯境內的 這個庫斯克州這裡加固陣地 很多的像我們昨天的 很多名嘴的分析都認為 其中這個陣地的控制 其實只會造成更大的後防的空虛 那事實上卻沒有得到足夠的利益 甚至會讓這群精兵反而困在俄羅斯當地 那現在俄羅斯方面宣稱 烏軍的計畫是要幹嘛 要打核電廠 那這是俄羅斯國防部正式的表示 如果你膽敢攻擊的話 將會做出嚴厲的回應 那烏克蘭的情報單位是說 摧毀一家開發核彈藥的俄羅斯公司 那是也是跟核武器有關 但是只是癱瘓了 有沒有要打核電廠呢 當然如果在隔壁鄰居 如果打了核電廠 烏克蘭也這個逃不到好處不是嗎 但金援烏克蘭的第二大戶 德國現在產生一個局勢的變化 到底打俄羅斯 對他們來講是利還是弊 還是後患無窮不知道 但德國已經可能在宣布的消息是說 今年一共給了這個烏克蘭多少錢呢 我們想像是80億歐元 台幣多少錢 2840億給烏克蘭的這樣大筆的金援 明年開始恐怕不會再給這麼多了 可能會砍半甚至更低 而這個決定據說是總理肖茲跟財政部長之間的協定 喬建長怎麼看不管到處都是遍地烽火 以巴現在和平的可能性存在嗎 當初在烏克蘭從蘇米這個方向往庫斯克州前進的時候 我在新聞大白話第一時間拿出了這張圖 這張圖到底是什麼 這張圖就是談判協議區 也就是為什麼烏克蘭要進入俄羅斯 他的領土的真正原因 也就是他想要上桌談判 可是上桌談判不是你說上桌就上桌 他要有籌碼 他現在進入這個庫斯克州 也就是他抬高自己的價碼 這樣子才能開價 我們這樣子講說其實這件事情 我當初在新聞大白話講的 有沒有被確認 有的 也就是在兩天之前 烏克蘭總統他的一個顧問 稱之為波多利亞科 他就說了證明這件事 也就是說烏克蘭真正的目的 也就是要上桌談判 其實這也就是談判中間最重要的一個部分 我們來看 在這個裡面 其實這個是賣方的期望值 這是買方的離場值 就是低於這個條件 買方就不幹了 那如果對於下面賣方來 那個買方來講 這個是買方的離場點 為什麼 因為太貴了 我出不起這個價格 那如果說 最好能在這個價格低價格來買 那我們來看 這個在俄烏戰場 甚至我們馬上要推進 講的這一個 有關於以色列跟巴勒斯坦之間的談判 或者是伊朗之間的談判 其實也是這個樣子 我們來看 對於俄羅斯來講 俄羅斯他的期望值在哪裡 他的期望值在也就是維持現在他的佔領 也就是無論是克里米亞 無論是頓巴斯地區 他都想要保持這兩個地區的緩衝區 緩衝區這個問題也從庫斯克州的這一個被烏克蘭 進犯得到了驗證 也就是如果沒有緩衝區的存在的話 其實北約隨時可以打到莫斯科的這個飛彈 那我們來看 但是對於這一個烏克蘭來講 他是想什麼 他這邊他的期望值是他要恢復克里米亞 以及頓巴斯他的固有領土 他的固有也不過從1991年開始 所以我們來講說 怎麼在這個之間得到一個大家的期望值 是最重要的 當然以色列我們現在講到有關於中東的部分 以色列為什麼要直接的用這個707 波音707的加油機來對這個四架的F35i 也就是以色列的F35來進行空中加油 但是他旁邊這裡還有打擊英雅F15 為什麼他也就是要震責伊朗 還有震責這個有關於巴勒斯坦的這個部分 也就是我們還有完整的戰力準備對你進行攻擊 那至於喬治亞的部分 喬治亞號他其實只是隱藏了以色列 有核武的一個問題而已 為什麼 因為美國想要透過喬治亞號進入中東 來告訴大家什麼 來告訴大家說其實他是要避免中東的一場核武競賽 也就是伊朗開始發展核武 那以巴之間的武力的平衡實在差異太大了 休息一下馬上回來 和平生意進行中 但不一定如拜登所願 你看以色列對於加薩子王的轟炸 一點都沒有手軟 好 這個的確 因為很多人都認為說 其實納坦雅胡政府 納坦雅胡本人是不希望戰爭結束的 戰爭對他是有利的 當然你也可以說 他這個也是在向哈馬斯施壓了 當然最頭痛的可能還是拜登 因為拜登現在是對於這個和平協議 有高要停火的協議 有非常高的期望 那除了就是說 跟伊朗之間設立這個熱線之外 我們也看到就是說 現在他已經說了下個 接著的這個禮拜 他們要在埃及重啟談判 那當然他很期望就是說 在這個禮拜就能夠談出結果來 現在以色列已經有兩個團隊 一個團隊繼續留在多哈 另外一個團隊已經到了這個開羅去 就是要為後續的這個談判來做準備 那同時呢 這個哈馬斯呢也放話了 就是說哎呀 美國還是在支持以色列 還是在這個替以色列增加這個 這個協議的這個困難性 然後他也還是說 這個一定要以色列完全從這個加薩撤軍 但整體來講他也沒有要離開談判 所以現在看起來談判有成果的這個 談判有結果的期望 其可能性是不小的 那特別是現在卡達跟埃及看起來 因為他們說這個過去 這禮拜上週五的時候 其實美國已經提出了一個新的方案 把雙方的距離都拉近了 這以色列方面也承認了這件事情 好那當然關鍵是 一個是哈馬斯最後能不能接受 以色列會不會破壞 另外一個就是伊朗的態度 事實上伊朗的這個 目前的情況是什麼 因為伊朗真的要拿出一個 能夠讓伊朗能夠有台階下 然後又不會讓這個戰爭 繼續擴大的方案 其實是不容易的 所以從伊朗的角度來說 他當然也希望這個談判有一點成果 然後呢他也可以就是順勢而為就下來 當然他不可能完全不反擊 但是他可能就是只針對伊朗內部 或者在伊拉克 以色列的這些特工組織進行反擊 那這個當然是伊朗最希望的一個結果 但是不是真的能夠談成結果 對於美國來說真的是非常著急 因為學校馬上就要開學了 如果不能在開學之前 把這個事情有一個結果 萬一學生再出來抗議 那可能對拜登 對賀錦麗的選情 就會帶來很大的影響 謝謝一下馬上回來 世界遍地烽火 中東的地方更是無止無盡 一直在轟炸 跟和平協調 仍然遲遲沒有辦法有進一步的成果 是美國現在當然對於說趕快 這個以色列跟哈馬斯要有停火協議 美國的感覺特別是拜登政府是真的有破戒感 那他主要兩個兩大原因 一個原因是要安撫伊朗 因為現在伊朗最新說不要發動暴富性攻擊的一個條件 就是說如果和平協議有接下來 那可能就不會發展成一個全面性的中東戰爭 各位可以想見如果在去美國總統大選投票剩下八十幾天的時候 整個中東風火變也打成一片 而且美國在這裡頭又因為支持以色列的角色這麼明顯 是不是會完全影響到民主黨的選情 那說到民主黨的選情為何拼命在這一兩天 大家注意真的就是這一兩天 美國不斷的釋放出來說 停火協議就快要簽訂了 就已經很OK了樂觀的部分 那個布林肯出訪說我帶著樂觀的心情 我要去簽